这个男人的人生经历可谓是九死一生 五岁时眼睁睁看着姑姑被人砍死 母亲被人砍成重伤 自己藏在角落躲过一劫 十九岁又遭遇一劫 不安幸的是他只是右眼和左手留下了残疾 男人名叫成子 长大后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 除掉了那个扬言要伤害弟弟的仇家 因此因杀人被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进监狱后为了争取减刑 希望在有生之年出狱和家人团聚 他每天努力工作加分 因为身体残疾 他的工作效率远远落后别人 但为了完成工作量 他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干活 晚上别人六点干完他就坚持到十点 因为表现突出 他先后被减刑三次 终于在二十年零两个月后提前出狱 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重返社会时 他发现像他这样的重刑犯 早已无法融入社会 不但连智能手机怎么使用都不知道 甚至坐公交都是从后门上的 更让他感到艰难的海蜀工作 由于自身形象 以及之前的杀人犯身份 政经的公司根本就不会聘用他 而且还会遭到他人的冷眼相待 后来他找了份开三轮车拉客的工作 但却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因此也成为了无业游民 在监狱里认识的两位育友和他的情况也差不多 辣椒23岁时因抢劫被判了死刑 后表现良好提前释放 出来时已经44岁 原本找了份工地的活 每天150块钱 但入职前老板让他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 后来这是就此黄调了 老大哥范三曾经因为打架斗殴和抢劫等违法行为 先后入狱五次 赎兴累计长达20年 最后一次出狱后 他见证了一位育友重操就业后的悲惨下场 育友高峰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和一位房地产老板抢地盘 红了眼后直接将对方打成了筛子 被抓后直接枪毙 高峰的弟弟出海赚钱杳无音信 他的母亲在痛失两个儿子后彻底的疯掉了 如此血淋淋的教训让范三彻底的改邪归正 并且在一位名叫傅广龙老人的帮衬下 辣椒和范三的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 90年代末 傅妈妈在沈阳创办了阳光儿童村 她收养了60多位女众刑犯的孩子 到了2018年又开办了阳光驿站 专门收纳那些对生活感到迷茫的刑满释放人员 同时还帮这些人寻找工作 最多的时候 她的阳光驿站住满了80多人 考虑到像橙子他们这类人出来找工作会处处碰壁 加上没有文化没有技能 于是她便提议让大家自主创业 她觉得殡葬这个行业或许会适合他们 并教育大家要尊重逝者 而且要怀有敬畏之心 然后再按照逝者家属的要求好好服务 傅妈妈在沈阳开了三家殡葬门店 自己管理一家 剩余两家分别交给了饭三和辣椒 后来橙子在辣椒的店里面认识了傅妈妈 傅妈妈对她这个人非常满意 并把她安排在了辣椒店里打下手 刚开始橙子对殡葬用品非常忌讳 或许是对死亡充满了恐惧 导致她想到那些用品时就睡不好觉 她说之所以会感到恐惧 主要是由于年幼时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1980年时 家中与邻居发生纠纷 导致姑姑被砍死母亲受重伤 三年后邻居家的儿子 将哥哥判死刑的缘由全部归咎橙子一家 八岁的橙子在睡梦中突然被惨叫声惊醒 当对方拿着刀朝她走来时 原本她想护住脑袋 不料手还没抬起来就被砍伤晕绝过去 等她在医院醒来时她的右眼和左手彻底落下了残疾 原本以为这场恩怨会随着时间而被淡忘 不料在她19岁那年得知对方还想报复 眼见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血气方当的橙子为了不连累家人 只身拿着两把杀猪刀结果了对方 她也因此被判处了死刑 这段惨痛的经历让橙子的心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好在她本人并非施恶不赦 她的内心其实还很单纯和善良 而父妈妈也很欣赏她身上的优点并鼓励她正式这份殡葬店工作 橙子最终也慢慢适应了过来 一段时间后她还交了一个比她大几岁的女朋友理解 只是两人的结果令人感到惋惜